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冬奥会只是特朗普的缓兵之计,12架无人攻击群首次部署到韩国这次平昌冬奥会让很多中国观众感到失望, 但从政治角度上讲,这届冬奥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首尔和平壤之间的和平对话,但这种似乎强行硬凑的对话合作,将在美国的插手下再次破损。 美国国防部长20日还没等到平昌冬奥会结束就宣布,美韩联合军演的具体时间将公布,该消息得到美国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的证实, 也就是说冬奥会结束,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和军事战略仍将被重启,美国方面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韩国的安全活动, 据悉,美韩联合军演之前的暂停,是因为冬奥会,目的是保证冬奥会的安全进行,但却令人大跌眼镜, 韩国也在第一时间保持了和美国的一致立场,坚持加强军演,这对于半岛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来说又将是重大的考验, 美国计划是在2018年4月重新开始联合军演,这样的举动势必会遭到来自平壤的抗议。 此外,韩国媒体20还报道称,美国支援韩国的无人机作战方案,已经得到落实,美国MQEC灰鹰无人攻击机,已经进入半果群山空军基地, 最快能够一个月内完成战斗部署,形成常态化的作战力量,美国预计在韩国部署12架MQEC灰鹰无人攻击机,形成一个中队的作战力量, 这也是美国首次在韩国部署作战型无人机,据悉,灰鹰长8米,宽17米,最高时速飞280公里,最长飞行时间达30小时,可在7.6公里的高度,对400公里的作战区域进行监视及情报搜集, 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作战范围内。 米采先生军事评论员福一鹏指出,美国在韩国部署无人机群,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威胁, 韩国群山基地距离山东半岛只有400公里,美军无人机的航行半径远超这个距离, 从地区局势上看,冬奥会的奥运精神,在政治家们面前可能一文不值, 美国一再插手压太局势,又强调和平和平衡,这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事。